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我和舒晨 在一起的最后一段日子了 他能理解哥哥在我心中的地位 但是他一定不会原谅我放弃他 最后这段日子 我一定要努力想 至少以后回想起来 留下的回忆不是都那么悲惨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这一颗一切都归零 你不算是为了你一个 而接近我的小姑娘 我也不是怀疑你是内奸 而调查你的商机灵档 你就是那个乐观开朗 又有才华的林子余 而我是那个倾慕你的范淑辰 你给我个机会 给我一个追你的机会 也给我一个可以给你幸福的机会 你我当时也在一起 买工 真失去 你去做一个 我觉得很难 对 你自己去做一个 有机会 好 拍摆 拍摆 组织的关华来了 我又不是明星探上班啊 想你了 找一下我来看你 黄老师 你好 黄老师 小凡 你看看 你这个福气啊 爱情爱情顺风顺水 友情友情 情比金尖呀 天底下的好事 都让你给占尽了 你是人生的大营家呀 好 子虞呢 梅兰呢 他最近一直陪你呢 对啊 老爸 冰淇淋块画 你帮我拿到冰箱里去 好 你有话要说的 知道你很忙 本来不想跟你说的 但是经过我们商量了一下吧 觉得这件事应该让你知道 痛快 对啊 有人看到紫余和洛宗良在一起 很亲密的样子 谁啊 我们就是听说 只不过想提醒你一下吧 你连谁都说不出来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啊 是我一从看见的 你看清楚了 就算骆宗良真的去找算 也没什么大不了 人家哥哥找妹们 正常 你不要走是针对林子玉 我管他什么身份 淑辰 我是一心为你好 我还在飞林吗 跟我有一毛钱干系吗 天泉山项目 骆宗良是你最大的对手 那个女人在这种时候去见她 也太巧了吧 那个女人又是那个女人 史伟苏就冲这句话 你推她还是有偏见 有话好好讲啊 你不要以为只有你会看女人 不是只有我才会被女人骗 你也会被骗 怎么了 史伟苏 孩子为犯天天的事记恨我呢 在你眼里我就这么小心眼 还是说在你心里 跟那个女人比起来 我史伟苏就是个屁 我觉得吧 现在是你们这个项目的 关键时刻很敏感 而且又牵扯到公司的利益 应该谨慎一些 子瑜跟骆宗良这个关系 倒不是说她会一时心软 但是骆宗良的个性 你们都是知道的 子瑜我们是相信的 但保不起骆宗良 利用她设计你的 书成 我们是想要保护你 不是因为 够了 你们保护我 谁保护她呀 这样把她孤立吗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要不 要不这样 先让子瑜避避嫌 过几天再来 她是骆宗良的妹妹 就这一点 她就是背井不干净 就是有原罪 防的就是她 自从遇见你之后 我好像越来越想想起 想说我的事情了 每次想起 我爸跟我妈 都是开心的 幸福的回忆 这真的是我的幸福吗 我真的值得幸福吗 那是不是以后我一做项目 就必须把她隔离啊 书成 我们谁都没有这样说 不管是不是 我觉得你应该 先问问子瑜 我再说最后一遍 我不会怀疑林子瑜 你们先把自己的事 处理好 再来管我的闲事吧 书成 你现在心态就不对 你这不是对子瑜好 只会让她更难做 问一句又怎么了 你连爱都没有谈过 就不要对我知有话 了 我什么样 我真的好不容易 你这个人 你这就是 你不认他们 叫她 唉 她怎么把你疼疑 我说 ses 我弟弟 你这就是 找你 你行诶 诶 这个认真是 稳好 你罗伯 你 你还不是为了女人 把兄弟一个人留在废林啊 为了谁啊 我为了你 我拼了你完成这个项目 我又为了谁啊 你这可翻眼了 你说的女人快过来 只有你活得最麻烦 我被你活得 凡竹 凡竹辰 你是不是你 承不起我 别打了 我从来没有抢你 凡竹辰超 这么久没有爱过你这个人 别打了 我过去爱过 都会不理解我 行了 别说了 快起来 反正你都不在天丝封衣衣服 你去吧 够了 别打了 继承你你送开他 你放开我 我今天要把他打醒 你说什么呢 你们都疯了吗 他好短短 你们这里干什么呢 凡竹辰 我们十几年了 你是不是要为了一个林子瑜 放弃我吗 就是因为你这么想 我们才出了问题 好啊 既然在一块儿都不通话 那就别假装了 好啊 饭就散了吧 好啊 饭就散了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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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总 人员都准备好了 就等你呢 去订一张去泰国的机票 啊 泰国 哎 陆总 这怎么成泰国了 好啊 你怎么了 没什么 进来 没事啊 小帆啊 你要不要问问他呀 我看你那些朋友 不像是捕风捉影 无风气浪 不用问了 他说的女朋友 如果我都不信他 他就太可怜了 好啊 小林啊 你还是真懂我们呀 我们艺术家搞创作呀 最讲究的就是心情 我去把你买的花插上去 你不说话呀 生气了 不要受伤 不要受伤 不要生病 无灾无难 是我对你唯一的要求 我没事 就是呢 就是为了我 又跟史伟从生气了 你别生气了 我回来以后 你不说话就行 你去道歉去 啊 你不去啊 啊 我去 你不生气 就行 什么情况 我女朋友 竟然想着我爱人 你这么说 你这么说 你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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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看 终于完成了 还没有 王老师 好的 全部完工了 紫月 我们终于完成了 庆祝一下吧 我都准备好了 五天的时间写一个剧本呢 这简直就是奇迹呀 你找我的时候 我说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嘛 可是现在呢 我们真的做到了 今天我们要一醉方休 不能醉王老师 一会儿还要交对一遍 还是小凡认真呢 对 细节决定成败了 你们一定能够拿下天泉山这个项目 来吧 我们敬劳苦功高的王老师一杯 好好好 紫月 你觉得我们能拿下这个项目吗 一定能 你跟王老师这么拼 我相信剧本的质量一定是最上乘的 可是现在我最关心你都不是像 那是什么 来 王老师 不了 不要了 我呀 是有名的一杯岛 我呀 先去谈一会儿 小凡 一会儿叫我 我 你们如果陆宗良知道 我是在你的帮助下完成这个局面 他会不会起散 我 是 有票 你可 kiem 那 如果 词 这 大概 一个 您 我们 对 各位 你 な Ros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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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会远离这些疯人了 喂 晓月 你现在是没有电脑吗 我有东西传你 你微信发我吧 我等会儿看 用电脑的话 才能看得清楚细节 什么东西 我想给爸爸换一个好一点的墓地 谢谢哥 还总惦记这件事 一定要现在吗 这个墓园一般人是定不到的 我也是拜托了一个客户 你现在看好的话 我立刻就可以把电脑给人家打过去 哥 你费心了 那你现在就上下QQ 我再下车等你 我看到你了 这个压缩包你点开看一下 待会儿告诉我你觉得好不好 看完记得删除吗 嗯 罗总 点开了 你自己点开压缩包了 咱们的黑客软件 把樊添尔的电脑摸了个底超厅 哎呀 罗总 你太厉害了 你对林子余略施小气 咱们就把樊添尔天全山的创意 跟剧本全弄过来 他们那些 心里都是些软热的东西 最适合被我利用的 樊添尔那个傻瓜 整天坑吃坑吃玩面写剧本 最后 我还是再给我做下衣 这次之后 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一步到位 送他一趟 哎 罗总 要是竞标的时候 就说咱们超学怎么办 这个不用怕 我们先把剧本交给甲方 然后反咬翻书成一口 就说是他透露我们 多么的剧本 这就叫一键双镖 好 我知道了 罗总 厉害 厉害 你太厉害了 行 好 按您说的办 好 尽管 如何正确地面对过去 如何正确地打开未来 都是个问题 有时候 我们会怀疑自己不够好 会害怕自己不足以给别人幸福 可正是这些不自信的想法 让我们偏离了 原本已经驶向幸福的航线 哥 既然我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就一定要带你回家 不然 我怎么对得起 小时候你对我的保护 我怎么对得起 牺牲掉的书生对我的爱 你还没有跟他提分手啊 我们在准备去天拳山竞标了 你现在可以去跟他讲清楚了 你不会后悔了吧 哥 我希望樊淑晨能拿下 天拳山这个项目 如果他能拿下这个项目 面对我的离开 也许他心里就不会那么难受了 如果你真的这么想 那我就放弃竞标 只要你说 我就去做 哥 你能这么说 我真的挺感动的 但我肯定不会要求你这么做的 你们公平竞争吧 做一个项目是特别不容易的 菲林她付出了很多努力 我相信博曼也是一样 你这样做 对你的员工也不公平啊 你能这么想就太好了 紫月 你真的长大了 哥 咱们回家吧 你先去泰国待一阵子吧 为什么呀 博曼和菲林竞争同一个项目 本来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你在这个时候和樊淑晨分手 难免把私事和公事搅合到一块去 你还是先出国待一阵子吧 免得樊淑晨一旦闹起来 弄得人尽皆知 以我们俩的关系 你就没有想过我在博曼 也会举步维艰吗 你在他那里上班 又是他的女朋友 你以为我在博曼的日子 能好过吗 哥 对不起啊 我好像从来都没有考虑过你的处境 我怎么这么自私啊 好了好了啊 你只是比较天真而已 我送你去泰国 你好好休息一阵子吧 你不是一直也想去吗 你可就忘了 你 我 不要 我 我 兢兢业业的 这一次 我会让你看到 我们真正的食物 盧总阳 带着你的 阴谋诡计离我们远一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点快点 开快点 你开快点 你别一会儿跟丢了都 你也太紧张了 是啊 骆总又不会丢 万一有点什么闪失 这回大家全都挖完 有这么严重吗 你们就没发现 之前那个Ada 一点消息都没有了吗 这就算是离职 这也离得太彻底了吧 小心到了最后 钱挣到了 没命吗 我们下一个 我们下一个 我还珍惜一下 再绣了 就都跟你过来 其实都是 我们下一个 习惯了 有像 也不太有 严格 你没办法 是 在我 认识 还是 走吧 上去打败他 各位 今天我们就请博曼和菲林两家公司 各自展现你们的实力 那么 谁先说呢 我们博曼先说吧 我们剧本名字叫做天泉山传奇 我们是用一个动人的爱情神话 把天泉山的人文 历史美景 都串联到了一起 各位 请跟大同志 这怎么听着 跟咱有点像啊 出帝想走 法官内容我应该不懂 你只要被舍咬 十年胖就是了 我们邀请了著名的 上次两筒铺子的时候 我还历历在目 这次作品 我被他们承招了 吸收了他以往的作品 所有的优点 在这个上面又有了突破 可谓是耳目以新 请大家批评指账 怎么可能啊 跑出了名副性的词汇 几乎跟难以模样 怎么可能啊 这剧本不就你跟王老师才有吗 进会场之前才刚答应的 你们看我干什么 我们一直在一起呀 怎么会给他们看的 你们抄我们剧本 这个后面认识 你不能总是 抄袭 他也很大的 我还是 上次三筒 我先给了 回头 你怎么会被拐 你怎么测试 你怎么会保试 你怎么会保护 你却保护 我先保护 我先保护 你怎么自我 你怎么看 我包护 这不毛 我先保护 您是前天凌晨三点中交的吗 对 那我们还是顺床 骆宗良你这是什么事 你都能干出来啊 肮脏 菲林 你们是贼喊捉贼啊 伯妈前天晚上十二点之前 就把稿交了 好啊 你们是凌晨三点中交的 是不是 还好意思跟我们嚷嚷 这到底谁套谁的啊 看着事情快败露了 就先到打一扒是不是 我说你们菲林也太阴险了 你说什么 你想泼干水就先拿证据出来 博曼一向歪风邪气 这事必须好好查一查 你们是不是买脱了收稿 在时间上做的手脚啊 荒谬 好好的竞标搞成什么样子 天泉山项目 洛宗良是你最大的对手 那个女人在这种时候去见呢 也太巧了吧 子虞跟洛宗良这个关系 倒不是说她会一时心软 但是洛宗良的个性 你们都是知道的 子虞我们是相信的 但保不起洛宗良 利用她设计的呢 你怎么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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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 怎么会有的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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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得但是不好意思 要知道菲林这么无赖的话 就应该让他们先讲 放屁 我们准备冲出 后发之人也能取得你们信任吗 他们也不注意这么高筋跳将 多过了你们的竞标啊 实在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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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平屋小组脑子 是不是进水了 这么明显的抄袭 他们居然没看出来 不是平屋小组脑子 是洛宗良太厉害了 那林子虞是洛宗良的妹妹 樊总这事你早就知道 我就纳闷了 你怎么还让那林子虞待在公司 对啊 凡总 子虞还跟您 您真是糊涂呀 难道林子虞和洛宗良 一直在暗渡陈仓 他林子虞是什么样的人 他轮不到你们来说 凡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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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回都有红包的 好 干杯 干杯 勃曼毕胜 勃曼毕胜 来 你做得很好啊 两个亿的项目 我现在只准备接收外国资本了 让咱们博曼再上几个阶层 我就可以等着上市了 也算是不辜负您的厚望啊 那既然这样的话 那什么呢 你是不是想跟我说那五百万的事 我告诉你啊 五百万这个事 从此以后一笔勾销了 还不行吧 子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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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谁啊 我找我女朋友 那小姑娘啊 突然就退租了 走得特别急 都不够时间找夏天 她去哪儿了 我哪儿知道 你这些年轻人 李子虞 你这些年轻人 李子虞 嗯 你这些年轻人 你准备很多人 你还在给予灰 你的多数这些年轻人 你给予到精正的讯导 你的多数到你们 如果rar不过来 嗯 夏琴 你离开 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要回洛宗良身边 你疯了 子虞 你真的想好了吗 虽然洛宗良是你哥哥 但是真的有必要弄成这样吗 你不能再放任我哥这样下去了 我得让他尽快正常起来 这是我们兄妹之间的事情 别人插手只会愿意 咋如书辰他心甘情愿呢 他愿意放下一切 去迁就你 去配合你 甚至 他愿意去帮洛宗良呢 我舍不得呀 我怎么舍得 让书辰偿缠缓到我这样的人生中呢 这些糟糕的事情应该由我自己来的 可能是我错了吧 如果我一开始没有一意孤行去费力 如果我没有遇到书辰 如果我没有爱上他 我哥就不会变成这样了 这一切是不是都是我错了呀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那么努力地在生活 可你没有关系 错的又不是你 可能这就是命吧 小时候 我要依靠我哥哥的保护 才能慢慢找他 所以这些都是我应该要还的 请无父无母 我自己一个人 那么努力地在生活着那么辛苦 还要背负这么多事 老天爷真是不公平 子鱼 你想我们怎么帮你 帮我 让书辰 不要再找我 让他不要再为我做任何事 让他不要再继续爱我 让他不要再想我了 就让他觉得 我是心满意足的 高高兴兴的 没有遗憾地回家 嗯 大家应该让他召唤 你 不会我 你还要想我 吗 我们就行了 给我们去 小凡 你刚淋完雨 这么怪酒是会生病的 不就是丢了一个项目吗 以你的能力 很快就会东山再起的 至于子余离开你 毕竟你们两个曾经相爱过 她忘不了她哥哥也是可以理解的 可我不理解的是 她为什么突然就消失了呢 她是那个时间段 唯一可以接触到剧本的 她现在留我一个人在这 为了她我百口莫辩呢 我们早就跟你说过 像骆宗良那种人 林子余只可能被她利用 只要是真相 早晚有大白于天下的时候 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还有件事情我觉得你应该知道 说吧 还有什么更厉害的 史维聪走了 她也走了 她老老实实给家里人说自己辞职了 就干脆拿着行李去旅行 躲开一切 麻烦 不是我现在才马后跑 当初史维聪好心地过来提醒你 你却对她大打出手 你只要一遇到子余的事情 就没有理智可言 如果你当初肯放下你的自尊心 哪怕是去提醒一下子余 让她有点防备 那么骆宗良的轨迹 也不可能这么快就得逞 现在好了 女朋友跑了 最好的朋友也走了 你说你一个人孤零零的 待在飞零 还有什么意义 我是舍不得 我以为自己可以处理好 可是实是我没有自己想的 那么无所不能 我拼了命的想要完成这个项目 也是为了史维聪 我用这个做筹码 和辛劳总去谈 如果这个项目做成 史维聪可以回来 子余也知道这个消息 所以她才会拼了命的帮我 可也是在这个档口 史维聪告我地方令子余 你敢我怎么去 往好的方向去理解呀 这下好了 全部都明白了 你们俩明明都是对对方好 怎么就闹到这一步 史维聪到底怎么搞的 没事 反正我闲着我去找她 工作了这么久 我好久都没有动一动了 好了 别喝了 明天还有工作呢 我们都知道你自尊心强 也不肯跟外人说 但是你在我们两个面前 就别藏着掖着了 有什么伤心难过的 就一次性的全说出来 别憋在心里 我一点都不伤心难过 我就是觉得遗憾 我今天到处去找她 结果我发现 我们的回忆真的少得可怜 我发现除了费林 除了办公室 我连带她去别的地方 谈恋爱都没有 我们之间可能真的 没什么牵绑 她才会走得这么洒脱吧 其实你和子虞分了也好 她的背景太复杂了 不知道哪一天 就会因为亲人 在背后捅你一刀 你现在年轻还能回血 所有决定都有容错率 还可以东山再起 等到你到了错不得 和不能错的时候 那就真的全部都完了 所以你还是庆幸这事 早点发生了吧 越早看看越好 说句实话 淑成 这子虞她毕竟是信落的亲人 这十几年一起成长的亲戚 赢不了也是应该的 所以 你越早地想清楚 越早地放手 说不定对子虞来说 也是一种解脱 你呀 就是太善良了 你说我善良 听着都骂我了 善良什么时候都是正确的 老凡 不要因为这件事去改变自己 因为这件事 没有任何人是有错的 只是 子虞有她自己的身不由己 只是你们不适合在一起 只是这个身不由己的代价 实在是太大 一上来就是两个亿 菲林实在是太无辜了 我到现在还不愿意相信是她 你认为你 不是她 是不是 是太累了 我们都在担心 都不急 就是她的 是太多了 不是她的 是哪个人